84. 文匯報 英經濟提速看好今年英當走勢 2015年7月27日《財經新聞》 B01大行透視梁君非增無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梁君非基本經濟方面 今年由較低企促使英國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 而消費開支增長為英國零售、批發及消費服務行業帶來支持 繼2014年英國第四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達7年高位後 2015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概年增長2.9% 此外,5月份失業率穩定於5.6% 為7年以來最低,而工資增長率得明顯改善 5月份包括花紅的平均周身,惡年急速上升3.2% 時至2010年4月以來最大升幅,工資增長理想消費信心高 不者認為今年英國經濟將繼續增長,英國6月份服務業和建築業 採購經理人指數亦見改善,雖然樓市有降溫的跡象,但事在通脹及判揭利率低企, 工資增長理想以及消費者信心維持高企的情況下,不者預計樓市有望於第三季加快增長。 整體而言,不者認為經過兩年復甦之後,英國經濟將繼續增長, 並且增速或會繼續優於七大工業國中的大部分國家,政治因素方面, 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及其所在的保守黨於5月7日舉行的英國大選獲得勝利,成功連任, 並且不再需要組成聯合政府執政,然而,市場焦點很快就切換到 卡梅倫早前承諾於2017年底前舉行一個退出歐盟的全民公決, 鑑於英國議會已排除把退歐公投與2016年5月蘇格蘭和倫敦的選舉一併舉行, 不者認為公投於2017年舉行的可能性更大,無可否認的是, 退歐公投將在未來兩年對英鎊匯率帶來巨大的政治風險, 但不者認為今年的影響則相當有限, 它首次加息時間越來越近雖然英國經濟增速較市場預期快, 而且經濟增長預計將保持強勁,但是今年以來油價下跌令全球通脹低走, 令英倫銀行很大機會於今年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。 然而英倫銀行行長卡尼·朗克康尼在7月14日的英國國會聽證會上明確表示, 英國距離首次加息的時間越來越近, 並指出英鎊匯率並不是影響通脹前景的主要因素, 言論明顯偏向鷹派,不者認為英倫銀行將緊除美國聯儲局, 成為第二個加息的央行, 預期英國第一次加息時間將會發生在2016年第一季度。 整體而言,不者看好今年英當對美元走勢, 相信匯價今年底有望上市目標1.6300, 以上資料指供參考,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 行為數、那些人均lais, 同時到達行為禁止的一位名詞販,